清是否这些东西呢 这些东西有手写板在那边 手写板 哎呀 找这些手写板 大家有没有问题 提出来问一下 找这些手写板 行行行行 有没有问题 提出来问一下 是 一个就是《灵验经》 不是开始学法学的 接着是《法花经》 接着第三是哪一本 《灵验经》 《花严经》、《灵验经》、《法花经》 这个不是开始学法 开始学法是《学伯为教经》 《大乘喜讯论》也不对 你学佛教史吧 这些是深的东西 整个佛教是 讲这三个《灵验经》 这个就是说你一定要学习这个东西 《灵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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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十分钟而已 所以以前是短点的 几年前开始释的 但现在就释长一点 可以释成一个多钟 释一个多钟 大概是二十分钟左右 现在它释了一个钟 中头又四十一分 这个是整个经济 有《灵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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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真的在网里面也不许多位 因为YouTube那里的网里面不关于网里面的事 只是整的 只是不关于事 像《大致道论》第八讲 你就找第七讲 你变得能稳一点 你要是老师的 那就是《灵验经》 《灵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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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有很多个能目可以做 这有七个 看看第七的什么 第七 第七已经不是你们 佛教妙光法师主讲 佛教生命学 这不是佛清讲的 这些呢 你放了很多套片 你不知道有多少套片 我们放了很多 我们有多少套片 我们有多少套片 一百二十一套片 我们有多少套片 我们有多少套片 一百二十一套片 不用钱 所以当然放多些 当然要钱 就这样说 不用钱 所以就可以看到我们有多少人看的 主信 一万四千七百五十七人看过 四十七人看过 我们可以三个月而已 那不是很多 上一次讲的 我们放了上去 有十次 有十个公众 其实我们不止 我们在网上有另外一个 八色规矩 《花园经》讲的六天前 五十五次 有多少人看 《花园经》 多喜欢看 有些多有些少 这个 《本命寿》的《茶法》 《十二天神功》 这些都很多人看 五十五次 放多 放多六日五十五次 有多少人看 不用在这里 那我们再否再开开 再看看 我们如何整 开开 我们的 不是那些 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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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网在哪里呢 我们的网不开这个 我们开这个 我们将它整理了 现在讲经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搞的 这个讲经形式是个个法师都可以搞的 没有讲经的法师都可以搞的 因为为什么呢 只是整理的东西 整理的东西出来 个个都可以搞的 形容态 我们用墨装又显教 这个就是大乘法装 八识区举动 显文言通诚买心妖 这些是印度法教士 我们会把它整理在一起 第一讲 第二讲 第三讲 第四讲 我们会有很多个人一起 这个 第一讲 第二讲 第三讲 第四讲 那便整理了一个法师 那便容易看一点 那便可以看了 这个 这个是第五 这个是第四 十三 cou奖 vier 四月十一号 是印度法教士 是关系 这是印度法教士 这个是陈眸 不是十影响 是正规 就是做这些 那 很多 这种比如我们会做的 这是算为不 Issue 裡面 加上那个 因为是星期二才计算 所以上一刻放进去 也有很多人看《花园经》 《花园经》是因为少人说的 《花园经》是难说的 因为是八十本花园 所以我们也拿了《花园经》 准备大家问问题 《显脈圆通成脈心耀》 我们就会说的 《显脈圆通成脈心耀》 《显脈圆通成脈心耀》 是《花园经》 《导殿大师》是用《花园经》 用《花园经》是讲《显脈》 是《圆通法师》 《显教》是用《花园》 《脈宗》是用《东脈》 现在台湾的《花园争宗》 《圆导法师》 《圆导法师》 《圆导法师》的徒弟 现在做演讲 他也是讲《花园经》 他出了很多《花园经》的书 我们有些也影印他 他专门收准题 平时收准题 念念《花园经》 讲《花园经》 讲《花园经》 又是一个方法 所以《花园经》和准题 是不可以分割的 所以我们礼拜日 就灌了准题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现在继续讲《经》 稍后有问题 稍后才问 我们继续讲《花园经》 《花园经》 我们派了两张新的讲义 新的讲义 因为《花园》是《卢泻罗佛》讲的 这张是《卢泻罗佛》上一次讲的 人们说为什么没有讲义 所以派了一些讲义 你们回去慢慢研究 这个《卢泻罗佛》 如果你不知道《卢泻罗佛》的历史 你就很难听到《花园经》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因为有很多《天井道》讲的 这个小城就说 这个佛城道之后 他四七日就在菩提墙 因为菩提树正道的菩提家耶 走来走去 因为他正道之后在自己思维 第一七日 大焚天王就下来请佛跟子民说话 因为大焚天王的寿命一劫半 有半劫他就自己入定的 因为他是初禅天的 一入定就半劫 当他入定之前 这个世界是没有人的 到他出分定的时候 这个世界有很多人 他在定里面做的 这个当然是 所以他说他是他的子民 有半劫就跟那些人一起的 最后后面那半劫他就自己入定了 没有跟那些人一起的 所以大焚天王一七日就请佛说话 接着二七波秦就请佛入列盆 波秦说你的法都是没有人的 没有人要的 别人吃鸡 你叫他吃齋 当然不行了 所以你的法是不适合这个世界的 那些人个个都有贪僧痴 你叫他不要有贪僧痴 所以就叫他入列盆 那佛当然不入列盆 第三七日 就是有个木僧轮陀龙王 你看到有些佛像 有七个蛇头 眼镜蛇 眼镜蛇叫Naga Naga就是龙 印度的龙就是眼镜蛇 眼镜蛇七个龙头遮住佛 这个就是说 当三七日的时候 大风大雨 木僧轮陀 就用他的头遮住 用七个头遮住佛 所以有个佛像 就遮住 有七个蛇头 遮住硬镜蛇 遮住佛 木僧轮陀龙王 就做了第一个龟依弟子 做了第一个二生的龟依弟子 不是人 他是畜生 他是龙王 龙王从畜生到 他就龟依 第一个龟依 然后四七就有两个商人 就经过了 经过菩提墙 看到佛 供养了墨塘和墨片给佛 然后就归医了 两个一起归医 第一个有弟子归医 这四七日就做这四样东西 这二十八日就做这一样东西 这个大乘就说 这个是小乘说的 林传法教说的 大乘就说 佛三七日就讲花盐经 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 波野谭 花盐最初三七日 这个八花聂横共八年 所以 拔正了道之后 二十一日就讲这个花盐经 讲花盐经 有意不问微妙法 这些声门跟气的人 有眼不见赦罗生 因为他现千丈路赦罗来到讲经的 所以那些小乘人就不知道他在讲经 有些人以为他在入定 其实他因为佛有三个生 所以他可以用释迦牟尼佛的生 亦可以用路赦罗佛的生 亦可以用疲劳遮罗佛的生 这三个不同的东西 我们上一次说过 在人间的时候 他就用释迦牟尼佛的身份说 因为人间 要跟人一样 千丈路赦罗都看不到他 那怎样听呢 看都看不到 当然听不到 要到神通才行 所以在灵界 他就用路赦罗 因为在灵界里面 除了四圣六凡之外 还有菩萨 有些人去到天上 那些色界天很高的 你得像六甘生 怎样跟天人说话 所以他就用路赦罗佛的生来说 在自己受用 自己在佛的境界 这是玄学书的身体 他是自圣的 这是清静法生 肥劳遮罗佛 所以有三个 一个是玄学书 一个是密质的世界 一个是量子力学的世界 一个是玄学书的世界 这个是佛 这个是人 这个是灵界 灵界是天人 阿修罗 阿俄罗 这就是灵界 灵界是可以变异的 所以他就用路赦罗佛的生来说 路赦罗佛的历史 你要知道 你能听到花言经 因为花言经 并不是 跟声盟人说的 所以《花言经》 我们派那张新的讲义 里面就有了 我们现在 《花言经》有三个榜本 这一张 是莲慈大师做的 以前莲慈大师做的 它总共有九会 七处九会 第一次是在菩提墙 即是正道的地方 佛提加耶 第二次是在普普光明殿 普光明殿在哪里呢 在摩蝶陀国 菩提墙旁 普光明殿 这个是灵界的 虽然在人间 但是也是灵界的 因为人们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普光明殿的 普光明殿又不是 就是这个蓬佛梭罗王的宫殿 这个是一个地方 都是在人间 但是人们看不到 不知道的 第三会是涛离天 第四会是夜摩天 第五会是兜率天 第六会是他化天 第七会再来普光明殿 第八回又普光明殿 第九会是世多林 这个世多林园 所以这个世多林园 就是日法界品 这个是善才童子的 所以从六十到八十 这个是善才童子 五十三参 那是世多林开始去的 所以这个就是 花盐的八十一品花盐 我们知道这个花盐经 总共有三个品本 当然龙树菩萨去到龙宫那里 有一个品本 就是无量这么多 不是人间的 是拿不到的 第二个品本 就是天人的 又无数这么多个 又很长很长 他就拿不到 拿来人间的 总共拿了十万计 十万计仲的花盐经 拿来人间 分开四十八品 但是亦到中国的时候 只有三十九品 这个六十花盐 就是三万五千亿 所以少了一半 八十花盐就好一点 总共我们能够看到的 就是我们能够读到的 有三个花盐 一个花盐就是六十花盐 一个花盐就是八十一品的花盐 一个花盐就是四十卷 六十卷 这个八十一卷 和这个四十卷的花盐 这个第一 这个传入来 我们看看讲书 第一个传入来 就是六十花盐 六十花盐 那个义的人就是佛陀伯陀罗 佛陀伯陀罗就是圣识的 又是加秘罗为国的人 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子孙 金露凤王之后 金露凤王就是提婆特多 和这个阿能尊者 因为佛是正奉王 他爸爸是正奉王 提婆特多和这个阿能尊者 金露凤王 所以这个是兄弟 他就逆六十花盐过来 因为在伊田国 东南邦有一个叫做 借驱彭国 这个国王受深信大乘 里面藏了一个六十花盐 有六十花盐 很多部经都有六十花盐 这个 伯陀罗就拿过来 这个叫做晋液 晋朝液的 叫做晋液 这个花盐有五组 第一是道顺 道顺是第一组 道顺法师 道顺法师是什么时候的呢 道顺法师是唐太宗的 太宗那时的 唐太宗那时的 这个花盐的立终 那一天 其实这个花盐的立终 很快的 和这个天台中 同一年创立 道顺法师 那花 花盐前翼 其实是很早立终 这个花盐 这个道顺国师用的 当然了 唐朝 这个晋朝 晋朝当然是用晋液 他也是用六十花盐 六十花盐 所以道顺国师 他有神通的 那唐太宗 遇到唐太宗 他有神通 因为那些对着他的人 病都会没有 病的人都会没有 这个佛义一音说法 众生除内皆得解 又是他的 就是他有神通 所以他做主持 做到三鸡衣的时候 就走出去 就是退出去 做晚课的时候 做到三鸡衣 走出去 走出去做什么呢 他不是回家休息 不是回家休息 而是去礼四生 所谓四生就是 韦陀菩萨 金齋菩萨 骑林菩萨 金齋菩萨 和祖师 因为这四个叫做四生 出生佛法的地方 因为为什么呢 韦陀是护持佛法 日头的护法 骑林是夜晚的护法 祖师当然是出生佛法 典座 这个典座 这个金齋菩萨 有没有得食都是靠金齋 这四个卒生的地方 所以他的礼四生 叫做礼四生 那行路的时候 就行喉喉喉喉喉 那个持者在那边跟着 师傅 你走得这么快 干什么喉喉喉喉 干什么喉喉 我念花言经 师傅 走几步路就念花言经 对呀 我念完了 这个六十段 都念完了 整本花言经都念完了 他说我不信 那个徒弟说我不信 那个持者说我不信 这么快就念完了 不信 集合大众 打宗集合大众 每人派一本花言经 那时候是六十花言 因为念的是六十花言 因为八十花言 是到最后法藏才有的 这个六十花言 大家一起打开一本书来听 结果有些人听到第一卷 有些人听到第二卷 六十卷一时间念完 同时显神通 所以佛以一音说法 除类加得解 即是我想你听哪一卷 你就听哪一卷 即是他可以这样 佛当然可以 所以这个小城 小城说佛是非佛说的 这个是祖师都可以 祖师要你听什么你就听什么 我现在虽然在说 不知道你们听到我说什么话 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有些潮州人听到我说 潮州话 有些国语人听到我说 国语话 我知道国语是最好的 广东人听的 都是最好的 最听得明白 听不明白 这个杜顺国诗 他很出名 坐在他最面前 龙的人都会说话 有病的人立刻没有 因为他有神通 这个杜顺国诗的神通很好 这个是佛见佛太宗 佛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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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佛见佛有病 他说我有病怎么办 这个杜顺国诗就说 你特赦天下 你的病就会好 唐太宗果然依照他这样做 病就好了 好了之后 封他做帝心国诗 帝心 皇帝的心 所以这个帝心国诗 帝心 封他做帝心国诗 他的贡献是花盐 花盐立了宗派出来 立了宗派出来 他把这个发戒宗派出来 这个花盐的发戒宗 他提倡的 发戒宗派就是事无碍 理无碍 事理无碍 事事无碍 这个就是花盐的发戒宗派 初期也是一闭一截 一湊禁一 那个他提倡的 所以做法戒宗派 第二 他判这个五教 它判这个五教 我们上一次说过 天台判五时 这个花盐判武教 风制法师也判六大元气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第一 五时就是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 般若藤花年最初三七日 法花烈盆共八年 这是说法的次序 五教就是宗派 所以他提倡小乘的宗大乘的宗 这个小乘教 五教 花言五教 小乘教 大乘的耻教 大乘的宗教 大乘的顿教 一乘元教 小乘教变了驱舍宗和诚实宗 驱舍论和诚实论变了两个宗 大乘的宗教是宗观遗识 大乘宗教是天台 大乘顿教是禅宗 一乘元教是花言 所以是花言 那你律宗呢 墨宗是没有 墨宗是没有 律宗是没有 这个墨宗是没有 律宗是没有 律宗有 淨土宗 淨土宗有三个 一二三四五 大乘五个宗 大乘有八个宗 律宗所有的宗都要讲戒律 淨土宗所有的宗都讲戒律 因为所有的宗都有戒律 就算宗观也有妙起戒律 阿挫备伐戒律 遗识有微勒戒律 不是西方戒律 所以淨土宗每个宗都讲戒律 墨宗 墨宗是没有 墨宗不入医 因为他是犬教 所以不入医 为什么会有这几个宗出现呢 我们就讲这个六大元气 这个是叶锦元气 中宗是曾鱼元气 这个是大爷元气 这个潜宗是如来藏元气 这个是花炎 就是化戒元气 所以墨宗是六大元气 阿挫夷 六大元气 所以这个六大元气 为什么会有这几个宗出现呢 就是由于对世界的认识不同 所以就弄出不同的宗派 所以并不是说我喜欢哪一宗 我喜欢哪一宗 我喜欢做哪一宗 我喜欢做哪一宗 而是宗宗也是普遍究竟的 好像他小成 因为他灰心灭志 所以一切有捕 所以他用这个宗观来破有 破有之后 因为那些方等行人恶取空 又遗息来破空 然后天台中就说 所有人都可以成佛 然后禅宗 禅宗就有这个教外别传 我们自他本来就是佛 这个花炎就是这个法界观 整个人都同一个法界 我们宇宙大爆 只是一团墨汁爆出来 所以每个都是 琴柳锦又是这团墨汁 你又是这团墨汁 赤木壽司又是这团墨汁 那你吃它做什么呢 所以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禽流感 因为你吃得鸡多 吃得鸡多 有了鸡的DNA 本来那些鸡的病 关你什么事呢 你不会有 有机会染到 因为你的DNA改变了 所以我们不吃 不知道有没有 你现在不要咬 有都是给你们传染的 所以我们不吃 不吃 因为DNA会慢慢改变 你去吃那些基因改造 木瓜 基因改造 那你的鸡 你吃得鸡多 你和鸡的基因接近 那你就会感应到那些鸡的病 所以你不吃鸡 就没有鸡的病 不吃丸 就没有鱼的病 所以你应该吃斋 有菜的病 所以 就是这样 人生就是这样 没办法 有农药 所以 所以 你看到有虫食 虫食不死 我们人也不会死 所以 整个宇宙是一个大元气 所以 每一样东西都是从我们内心里面 所以 你不用分别它好 或者不好 好吃 你自己咬一下就知道 所以 你和鸡 我 是一样构造的 所以 宇宙是一个大元气 六大元气 这个是墨宗的 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了 所以 这个 五时 又需要 因为叫五时八教 又需要 佛的次序 所以分开做 藏通别言 这个是五时八教 藏通别言 化而四教 化而四教 藏通别言 化而四教 秘密 顿战不定 这个是四个教化的仪式 这个是五时八教 这个是天台 花岩呢 五教 这个花岩 是树立五教 这个 这个 为什么会有五教出现呢 会有共多宗派出现呢 因为都是普遍教壁的 你不要说 哎呀 我是小城 我们学原子法 教我修小城 小城很好吗 是吧 日中一食 寺下一宿 接着有浴室 接着有登革宴 很好吗 就算你得 你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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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走 自己一个人走了 跟我何事 所以呢 我供养你做什么 你吃完之日就走了 走了之日都不理我们 所以呢 这个大城 是需要的 你不要说小城 最好是原子法教 法是对着小城人 因为初初成佛的时候 印度是这样的环境 他就要说一些 適合他 你不可以 未成熟 你不可以提出一样东西 是他收不到的东西 所以呢 由小城开始说 那你现在又说 哎呀 小城才是佛雪 我们周恩小城 那去树 一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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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哪个树林没有药 哪个树林没有登革宴 所以呢 哪个树林都不知道有没有 所以这一个 不是说你喜欢哪一树 哪一树 而是一路向前走的 其实呢 就是修缠定脈 所以呢 这个 我们就讲这个花盐 花盐 杜顺国师那次 是第一个花盐 他用六十花盐 他的徒弟就叫做智盐 智盐 第二个 智盐 智盐 智盐就是他的徒弟 他的徒弟 他的徒弟呢 就是再 再 再 写些著作呢 就是弘仁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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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 是法藏 法藏 法藏呢 就是盐守国师 叫做盐守 法藏呢 就是武则天那时的 武则天呢 就是听这个法藏讲经的 武则天那时呢 就是第二个译本了 一个叫六十花盐 六十花盐呢 我们在南武堂的时候呢 我们结下的时候呢 中三部花盐经 八十一本的花盐 六十花盐 四十花盐 三个都一起中的 这个 六十花盐呢 到法藏那时呢 到这个武则天那时呢 唐朝武则天那时呢 因为这里还用着晋液 晋朝液的六十花盐 六十花盐呢 很多不够的 所以法藏又补了很多下去的 就是 找到一些新的又补下去 再补补补补补补 补到最后呢 到法藏五十三岁那时呢 那时呢 有个石叉能陀 来中国 带了八十花盐来 石叉能陀 五十三岁呢 就 和这个石叉能陀 他是伊田国的人 石叉能陀 液这个八十花盐 和二淨三藏 二淨三藏 法藏也有液 他那时是五十三岁 帮手液的 液了之后呢 就和武德天讲经了 所以我们呢 那个开经解呢 武德天是 《无上诚心未妙化》 《八千能杰能遭遇》 《我今见闻得就此言解》 《如来真实义》 这是武德天听法藏 讲《花盐经》那时的 所以《花盐经》呢 除了《花盐经》 因为太大破了 所以我们多数讲《金狮子章》 就是这个《金狮子》 就是武德天听到《梦茶茶》 《花盐境界》 更高 那怎样呢 指殿前的《金狮子》来讲 《金狮子章》 我们也讲过很多 网上我们也有的 以前呢 我们就讲《花盐》 因为《花盐》这么大一套 很难讲的 你要整理 这些我们现在讲的 只是拿一部《花盐吞海叠》 吞海叠就是因为它大 所以我们拿这些出来讲 其实呢 《花盐经》就比较简单 它呢 又不能听不明 它又摆十块镜影来影去 这个呢 又是这个《花盐》 所以《花盐经》呢 叫做《盐守国师》 所以呢 这个《花盐经》是杜顺创的 但是《花盐经》呢 就正式确立 就是正式确立 它将这个《五教》呢 再加上《教相》 就是分得清楚一点 所以这个《盐守》 所以我们呢 又叫做《盐守宗》 这个呢 这个呢 我们呢 就是《四十二代》 我们是《花盐》《四十二代》 那么 其实呢 《花盐》《四十二代》 其实和《遗色》是十八代 《遗色》是十八代 就是中间是加上《遗色》 一起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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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 所以这个《花盐》呢 在现在来说呢 最圆满就是《成一法师》那个 不过我们那个是《卫三长老》的 我们那个是《卫三长老》呢 他是这个北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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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两个不同的派别 这个呢 就是《法藏》 《法藏》 《法藏》之后呢 就有个 《清凉博师》 这个《清凉博师》 不名字 《清凉博师》 《清凉博师》呢 就是《法藏》死… 不是… 原殖了 原殖了二十七年之后 《清凉博师》才出现的 因为《法藏》的五教呢 受到当时那些花盐的人 传到暖晒龙 所以《清凉博师》呢 再来纽证他这个教 《清凉博师》的徒弟呢 就是中蜜 季蜂 中蜜 中蜜呢 就是第五个 中蜜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是《清凉博师》 第五是《中蜜》 中蜜作什么呢 中蜜呢 又是发扬这个花园的 他呢 就作了《花园玄仁卵》 《玄仁卵》 所以将来都可以说 不过这个是破外道的 和外道是《玄仁卵》 《花园玄仁卵》 所以《花园》有《金诗子章》 和《玄仁卵》 这两部呢 都可以入门的 都可以说的 真正是《花园经》 但是《花园经》 一讲就讲十凌二十年 每天讲几句 听到头来不记得尾 听到尾来不记得尾 所以我们呢 就这个 将它讲短一点 讲七堂 厉害了 一百二十个字讲七堂 但是七堂 我们并不是折六 我们不是讲一段 我们是整个讲的 因为整个讲的时候 你才了解到整部经 接着呢 到后面了 有四十花园 这个二鹤沙门 波野三藏 是在继邦国来的 他来中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 这个乌图国王 南天竹的乌图 乌图国王的首书 齿榜 自己写了这个四十花园 进贡给这个 童德宗 童德宗 童德宗的时候 童德宗呢 他的表说 南天竹乌图国 深信罪圣善世法者 修行罪圣大乘者 吉祥自在作清淨 狮子王上天 摩康支那大唐国 大吉祥天子 大自在狮子中大王 首字书写 大方讲佛花言经 百千解宗所说 前才同志 尊敬善世 所以这个 四十花园是讲善才同志 五十三参 六十花园是整本的 不过有一些缺流 所以现在也很少人去讲的 但是有些注解是六十花园 花园的注解一大堆 但是有些是六十花园 有些是成本 但是还是八十花园最好 因为八十花园是齐的 其实不是八十花园 是八十一品的花园 八十一品的花园 是加普园行园 那这个普园行园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四十花园 四十花园 最后果园 就叫做普园行园 所以就把四十花园 那一品 拿到八十花园 就变成八十一品花园 前才同志五十三参 这个就是讲花园 这个花园呢 这个呢 《大方广佛花园经》 这里呢 大有十二 景大、深大、行大、畏大、英大、果大、体大、上大、用大 方广呢 即是很周片的意思 朴树七七花呢 有微妙、开夫、端正 看呢 当体 这个包含的意义 这个用大 这个用呢 周片一世 所以花园经呢 是一部最 就是 经中之王 这个传统花园修生律 所以花园经呢 是佛教的传统 那我们呢 看一看这个第二页呢 第二页 这个花园经呢 分开为三份 有罪犯 有正宗犯 有流通犯 那罪犯呢 就是这个 教起姻缘 就是细煮妙盈 细煮妙盈 细煮妙盈 细煮妙盈呢 总共呢 就有这个 有一个五卷 有一至五卷 都是细煮妙盈 细煮妙盈 细煮妙盈 这个呢 就是罪犯了 就是开始 要信仲 就是开始的时候 因为花园是大经 普通都有这个 放光动地 花园呢 有二十几个世主 出来赞这个佛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罪犯 那正宗犯呢 就是说这个 如来现相品 普言行愿品 世界 画葬世界品 那这些呢 其实花园是说什么呢 花园呢 第一 是交代了 如来这个 气势盈 气势盈 就是这里有个 有张纸了 那这张纸呢 就是花园经里面的 那些花园有这些 有这些图 这个叫法界安立图 那整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呢 那我们讲到这个 这个 这个 画葬世界品呢 就会讲这张 那这里呢 一看你就很清楚了 前面呢 就是这个 三千大千世界 后面呢 就是说娑婆世界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就会很清楚了 那么交代了 就是世尊 首先呢 就交代了这个世界的构造 先 那跟着呢 就讲这个 十信 十行 十回向 那 后面的 第三页那里呢 在菩提墙 第一回 在菩提墙那里 那里 这个普言菩萨道会指 那讲 如来依正而报 即是如来的依报和正报 即是他的这个法界 这个法界的构造 即是华藏世界 什么叫华藏世界 那这个呢 跟着呢 普光明殿呢 跟着呢 就是讲十信法门 涂利天呢 就讲十住 这个夜摩天呢 就讲十行 这个兜率天呢 就讲十回向 这个他化自在天呢 就讲十地 这个呢 这个呢 第七会呢 就进回来普光明园呢 就讲这个 等国妙国 这里呢 分开很多 很多品的 这个 这个 后面呢 就讲这个 等国妙国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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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如来 那里面呢 等国妙国是讲什么呢 十定 十通 十定品 十通品 十引品 阿登騎品 受量品 如来的寿命 诸菩萨住处 菩萨在哪里住 佛北施以海 实生上海品 徐好光明品 普言行品 如来出现品 这个呢 离世庚品呢 就是这个 这个 普言行 离世庚品 那么 入法界品呢 就是讲善才同志五十三摊 为什么五十三摊呢 十住十行十回向 十地 第十地 摊十个 再加普言 蒙树 尾勒 五十三摊 这个呢 就讲成佛的过程 最先是十住 十住十行十回向 为什么不讲十讯呢 因为初住里面分成十讯 所以这个呢 就是这个 那么我们呢 再看后面那一页呢 就知道大成的正道过程 那么大成的正道过程呢 就是 这个第四页 第四页呢 这个 我们修行的经过呢 就是 第一 发心 那么 发心呢 如果你发心呢 如果你发心开始收 收到十讯满心呢 虽经一万大劫 那么现在开始发心了呢 未 你还要 还要吃琴楼鸡 所以呢 未曾 未曾发心字 用要看电视 你还看电视 还未发心 你跟来 二十四小时都修行呢 那你就发心了 真正发心 收收收收收 收到这个 收到十讯满心 好像前台同志呢 要经一万大劫 那么 由一万大劫呢 十讯 发心住里面分成十讯 这个十讯呢 就不是次第来的 要圆满十种心 信心 念心 精进心 慰心 这个呢 就不是十个阶位 但是十讯呢 就是十个阶位 发心住 自地住的就是阶位 就是个人一个到一个 但是十讯呢 就要满足这十样东西 那么十行 这个十讯 你开始有信心 你开始有信心 先开始信心坚定 跟着十住 安住在菩提心 怎么都不动 被人吵也好 被人打也好 你都不动 跟着就行 六道波罗蜜 十行 十行的时候呢 你行了之后 你不要执着那些功德 执着那些功德 你会扔天果报 永远都行不完 所以要回向 回向所有的功德 回向完之后呢 回向所有的功德的时候呢 就有四家行为了 暖顶隐位 世帝一法 这个是四家行为 四家行为呢 就是收四尋诗 就正四如实至 所以这个呢 花盐呢 其实呢 就是四尋诗 正四如实至的 这样 不用我送一块给你们了 看来好些 我那块没事的 所以呢 这个呢 四尋诗 正四如实至 四家行为 所以你十回向之后呢 就收四尋诗 四四如实至 第一 是是尋诗 第二呢 第一 是明尋诗 明尋诗 是尋诗 这个 自性假立 层诗 自性假立 自性假立 层诗 层诗 自性假立 假立 这个呢 自性假立层诗 和呢 分差别假立层诗 差别假立 这个呢 这个呢 要从十回向 跳到初地的时候 要做四样东西 第一呢 所有名字都是假的 这个呢 所有名字 理无外 理是假的 所有的名字 就是你的概念 是 这个是 是无外 是无外 首先 名字是假的 是假的 接着 自性假立 是理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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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别假立层诗 是 是是无外 是是无外 大家都没有分别的 是是无外 所以呢 你现在呢 理尋诗 是尋诗 是理尋诗 是理尋诗 自性假立层诗 你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所以呢 那就很厉害了 那么 墨宗呢 就修阿字观的 阿字观呢 就是做这几样东西了 阿字 这个阿字 北生 阿字北生 阿字北生 这个巴字 理言书 理言书 言书 不可得 南字呢 就曾旧不可得 这个曾旧不可得 曾旧不可得 坑字呢 就因义不可得 因义不可得 那那个傾字呢 傾字呢 傾字呢 就等空不可得 这个呢 等空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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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你呢 你有了这个 这个 这个显教的概念 你走去修 修事尋思 所有的理都是假的 理是什么呢 有事必有理 理是什么呢 理是概念 就是有概念 我们阿字北生 本来所有东西都是北生不滅的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空的 所有东西都是没有的 为什么会有东西呢 是我们有言书 言书就是有概念 我现在要一个粉刹 一个黑板 现在最重要是要一个黑板 那黑板 现在要一个黑板 那就要一个黑板 出来 不过要用水码 所以呢 所以呢 你去到原始之后 就有了陈究了 有了这个密质的世界 有了陈究 这个陈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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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明尋师 这个就是明尋师 这个就是是尋师 有了一个名字才有是 所以呢 理事无外 理无外 事无外 这个就是 这个名字就是概念 这个名字就是概念 这个名字就是 这个名字是假的 所有的名字是假的 所有的名字是假的 所有的事是假的 所有的自性 因为有了 有了事之后 他就有自性 有承住坏空 因业不可得 有因和有业 这个呢 李嘉诚有李嘉诚的因 所以李嘉诚有李嘉诚的业 有这么多钱 你行不到的 所以因业呢 都不可得 有承住坏空 所有东西都有承住坏空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因业不可得 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承住坏空的 这个东西叫做自性 所有的自性 其实是不可得的 钱的自性是不可得的 有因果有业 但是这些因果和业呢 因为你 东西都是假的 怎么会有实质的东西呢 你现在银包有多少钱 是因果来的 因业 这些是因业 但是呢 人都是假的 银包也是假的 怎么会有些钱呢 所以这个钱呢 这个因业不可得 这个叫自性假立 自性假立 不可得 这个 最后呢 都归空的 所以呢 差别假立 所有东西都没有差别的 所以是是无碍 所以呢 理无碍 是无碍 是理无碍 有是有理 但是这个是理呢 都是假的 那么是是无碍 最后呢 全部都是假的 是是无碍 所以花盐呢 是讲这个是是无碍 不过你走去观的时候 我们有实质的观法 就是阿字北生 阿比拉王庆的观 这个呢 是大日如来的咒 大日如来 本身是阿比拉王庆 所以呢 就是地水火风空 所以我们叫做六大元起 所以呢 花盐呢 是教理 墨宗呢 是实行的一个教理的方法 色参怀珠啊 或者这些 这些阿字观啊 正道 所以呢 我们这个四家行里面 除了十八道未修之外呢 金刚界胎藏界这个护摩 都是要修阿字观的 每一次我们修法 我们修供养法 都要修阿字观的 就是每一次都要修这个观的了 这个观呢 就是十字十行十回向之后呢 修这个明尋师和士尋师 这里写 明尋师 推求诸法一切明智皆述不可得 所以呢 言说不可得 是尋师 为推求五音等事 皆心所变 因缘多迹 没有自性 这个呢 所有的行究都不可得 自性假立 不顾明的事性 或者是的诚生 其是独立性都不可得 因为因业 没有独立 差别 为推求诸法明或者是 而差别上 亦为假立 皆宿可得 等空不可得 接着呢 四尋师 正四如实志 观完四尋师之后 加一点下去 加个涅槟点下去 就会四如实志 这个 阿 这个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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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四尋师 正四如实志 加一点就是如实志 所以呢 顺翼 这样官 官了四尋师 正四如实志 所以为何要加一点 为何没有加一点呢 就是一个四尋师 一个正四如实志 所以呢 墨宗呢 是去 去体验这个修行的 所以呢 要经过四家行为 这里呢 花岩就没有讲四家行为 四家行为呢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法界官 法界官呢 就是四家行为 所以法界官在花岩最重要呢 就是因为呢 你要修这个法界官 然后你才能够正拖地 这个法界官呢 你跟着呢 就跳去拖地了 这个世第一法 由此 虽未至拖地见度 已到世间最后编制的世第一 这个呢 暖顶隐 暖顶 就是四尋师 隐 就是四如实志 世第一呢 最后一撒 那就是正风起地了 布施 能够三轮体空 没有能布施的我 没有布施的东西 也都没有布施的对象 这个呢 定初地 那持戒 离教地了 离界地 这个持戒 这个呢 就是清静了 这个戒清静了 没有能持戒的我 也没有持戒的东西 也都没有持戒的对象 也都没有持戒这回事 所以呢 这个布施持戒引辱精进方便 那是十波罗蜜圆满 就登十地 那接着呢 等觉 慰收菩提 这个呢 由这个初发心 到正初地的时候 是一个阿僧奇劫 到这个世第一化 最后一个一撒 到正初地 一个阿僧奇劫 由第一地 到第七地的时候 是第二个阿僧奇劫 由这个八地 到十地呢 第三个阿僧奇劫 到等觉 那么就抽八劫上好 八劫上好 那接着到等觉 那接着呢 就是妙国 就是佛了 那么 成佛的过程就是这样 所以花言呢 跟你讲 十信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所以花言呢 跟你讲 还有呢 等觉妙国的境界 这个是十定 十通 这些 就是如来所正得的境界 那就是讲这样的东西了 那么我们呢 快快脆脆呢 就要进入花言了 要不然呢 我们呢 就讲 就会讲不完的 那么我们呢 第一呢 我们呢 就要讲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讲法呢 就是用一部论来讲 这个 可朔平原 这个第五 平原道通 道通法师写的 叫做大方讲法 《花言经》 《吞海集》 因为这个《吞海》 《花言经》 太大了 所以你吞到海 然后捞出来 那便 那便简单一点 就是不用这么复杂的东西 你将一些很复杂的东西 整理了之后才讲 那不是你怎么识堂讲完 当然要用这些来讲 所以有三个重点 第一 我们呢 就要讲这个 法界安立图 这个世界 是怎样来的 和这个世界的构造 《华藏世界》 是怎样构造这个《花言经》的主体 这个呢 就在《华藏世界》本 第五个 第二 我们就要讲 十字十行十回向十地 是怎样的 那第三 我们呢 就要交代 这个等国妙国 究竟是什么境界 十定十通十回向 这个我们要交代 这些境界 最后呢 就讲《善财同志》五十三参 这个呢 就是做一个例子 这个《善财同志》 就是经过这样的修行成佛的了 那这个呢 就叫做 叫做什么 那我们呢 就讲第一 这个第一会 这个第一会 就是普体祥会 普体祥会 就是富泰家耶 富泰家耶 是正道的地方 正道的地方 正道之后呢 这个本来呢 就 想入涅槟的大凡天王 就来到请佛说法 那就说了 那就说了 那就讲自己内政的境界 讲到这个世界的构造 还有讲到这个 这个 这个 那你会觉得很奇怪的 《花园经》讲一些东西 咦? 为什么讲到后来佛 佛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呢 为什么成佛呢 多少个成佛呢 你知道呢 这个劳赛罗佛呢 它是化生千百亿 每一个世界都时现成佛的 所以它呢 就是已经是过程来的 这些全部都是过程来的 所以呢 在梭婆世界未出现 但这个世界出现了 所以你说 我们四十六亿年 是不是一个佛都没有呢 到现在我们才有佛呢 相信不会啊 这个恐龙到现在 六千万年前才有人 恐龙二万年 那四十六亿年 那四十六亿年 当然有啦 所以呢 佛都来了三个 我们的经都来了三个 秘婆师佛 这个 驱马尼后尼佛 家业佛 才到这个 驱留孙佛 驱行那谋尼佛 才到家业佛 才到释迦谋尼佛 才到释迦谋尼佛 不过来的那些呢 那几个佛呢 全部是正土来的嘛 所以呢 我们这个 这个佛呢 人命 百万岁 百万岁 到这个六万岁呢 驱留孙佛 这是第一个佛 第二个呢 六万岁到四万岁呢 驱行那谋尼佛 这是第二尊佛 第三个人命 由四万岁到二万岁呢 就是释迦谋尼佛 这个是家业佛 家业佛出世 家业佛出世 这个呢 由二万岁到一百岁呢 就是释迦谋尼佛 这个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小劫 燃劫里面 人命百命 四千岁 每一年加一岁 所以我们呢 燃劫 过去的劫 前升寿劫 这个叫做燃劫 燃劫 前庄燃劫 有一千个佛 这个劫呢 这个劫呢 这个叫燃劫 后面那个叫声秀劫 声秀劫呢 有一千个佛 前庄燃劫 前面的劫有一千个佛 我们这个有一千个佛 所以我们一千个佛呢 这个释迦文尼佛 第四个 第四个呢 我们这个宇宙里面 第四个 这个人命 讲起来 以后又长 不不都要讲的 这个 这个呢 我们讲一个 我们首先讲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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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呢 有这个 一个大劫 一个大劫 有四个宗劫 乘住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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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 是开始形成 世界开始形成 住 是可以住人 乘住坏 每一个有二十个小劫 每一个有二十个小劫 这个有二十个小劫 乘住 这个是住 坏又有二十个小劫 空又有二十个小劫 加上一个大劫 这个叫宗劫 乘住坏 这是宗劫 一个大劫 就是有四个宗劫 现在我们在驻劫 经营成地球刚刚会出火花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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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到地方就填满了 开始有点雷电 开始形成这个宇宙 形成这个世界 经过很多亿万年 形成后 到可以住人的时候就有四个 住人的时候就有一个住劫 里面就有这个 这个住劫里面可以 这个住劫里面 这个住劫里面我们乘住坏空 乘劫不住得住劫就住得住得的时候 住有二十个小劫 一个小劫是多少年呢? 人命百万四千岁 减到十岁 从十岁就加这个减到十岁就加到百万四千岁 这个是一个小劫 小劫不知一千七百七百几万年 但是这个数字是不准的 因为不可以这样算的 一千七百几万年 不过我们也很难证实它是否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的人只有一百五十万年 一千七百几万年就差得很远了 我们只能够发现 非洲那些人一百五十万年前 最早的人只有一百五十万年 所以这个 每一加到百万四千劫 就叫做一个小劫 因为小劫是一千七百几万年 一千七百六十万年 这个叫做一个小劫 所以在头头的八个小劫里面 是没有佛出世的 没有佛出世的 就是头头的八个劫 因为有二十个劫 我们这个世界有二十个住劫 前面那里是八个 那八个是没有的 第八劫的时候 有四大天王 这里有四大天王出来弘化 前面那八劫是没有佛的 第九劫之后 我们就出了四个佛 第一个人命八万四千岁到六万岁 就出这个驱留宣佛 六万岁到四万岁 就出这个驱行南谋尼佛 四万岁到二万岁就出这个家业佛 这个二万岁到一百岁就出这个释迦牟尼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的时候是人命一百岁 每一百年这样一岁 所以现在是七十几岁 二千五百岁还是七十五岁 不过我们很幸运 我们是八十多岁的 我们的香港长命一点 因为为什么呢 香港地方小 十二车容易到 我们一飞去 你现在澳洲就是大件事 澳洲 你死了都没有人知道 你去哪里找到来 你这里不是 入安老远 一下子四分钟便到 哪都能救回 而且不用先付钱 即是救了再付钱 那里很厉害 这里不需要钱 也挺好的 救了再付钱 不用說你有沒有錢 有錢有得夠 沒錢沒得夠 琴流感都說要給幾十萬才醫 不用醫了 為什麼要醫 所以醫不到 為什麼要回水 所以不用錢 所以人命是75歲 現在的統計是對的 今年是2557年 其實這個是錯的 你看印度佛教史就知道了 不是的 所以我們應該是403年的 這個增20年 我們在印度佛教史會有討論 我們現在不再講 不是 我們講不到《花園經》 所以這個 現在是100歲 100年減1歲 減25歲 人命是75歲 香港人長命一點 男中是80歲 女中81是82 日本最長命 女中最長命 這個男中是香港最長命 所以這個沒有錯過 每一百年減1歲 你不要說是假的 好過這個世界是我做出來的 所以這個 每一百年減1歲 人命減10歲 再過多幾年 減75歲 再減10歲 過多幾千年之後 開始就有三個劫 每一個劫完了之後 都有四個劫 第一個是冰刀劫 第二個是疾厄劫 第三個 最想什麼是冰刀劫 第一個是機梗劫 接著是疾厄劫 接著是冰刀劫 每一個劫 人命百亡四千歲 感到十歲 人命十歲的時候 就出現三個劫 三個劫 一個是機梗劫 那時是饑荒 沒東西吃 找到一顆米 好像寶珠一樣 增寶 死了99%的人 剩下1% 不可以死 不可以死 有第二個劫 扎厄劫 這個是7007個月 這個7個月 07日 病 傳染病 SARS 全部死了 死了99%的人 又死了99%的人 這個到最後又有第三個劫 死不去的人 又有第三個 接著是冰刀劫 拿去的東西都會斬 拿去的草都會斬死人 斬了7天7夜 又死了99%的人 接著有幾個善心的人 就撕在山洞裡 慢慢由石器時代開始 又人命 人命由十歲 一直加 加到8萬4千歲 這裡再加下去 每一個小劫都是這樣 所以在第九劫的時候 到人命回到八萬歲的時候 就有微勒佛出來了 所以第五尊佛就是微勒佛 第六尊 就是第十五劫 到第十五劫 第九劫 第十劫就有微勒佛出來了 人命八萬歲的時候微勒佛出來了 所以現在釋迦蒙尼佛傳的家山 就蓋上微勒佛的兩隻手指 很大 八萬四千 八萬四千尺 蓋上了兩隻手指 所以人命十劫時 微勒佛出來了 到十五劫時 有獅子後如來 大寶法王 大寶法王 獅子後如來出來 獅子後如來出來 這就是第六尊佛 第六尊佛 到第十五劫 到第十九劫都沒有佛 到二十劫就緊張了 九八、九八、四十 九八、九十四個佛一起出來了 九八、九十四個佛一起出來了 到第二十劫都出來了 由第十五劫到第十九劫都沒有佛 所以我們也很幸運 我們遇到佛 而不是佛勢 而是佛前佛後 你不會說中間沒有佛 所以人生能得 佛法能遇 遇到佛是難的 所以最後的時候 因為要救人 這就快沒殺了 這就是圓屋 然後就很緊張了 九八、九十四個佛一起出來了 最後那個叫劉智佛 這就是韋陀菩薩 劉智佛 最後就是劉智佛 《花言經》裏面也有說的 這就是說他整個東西 所以我們這個人命 這個二十八歲 我們這個 這個世主妙營品 我們說說菩提牆 這個菩提樹 下面就是承政國 那菩提牆呢 第一有世主妙營品 世主妙營品總共有五品 裡面就說了一些地神護法 所以《花言經》就是兩部而已 兩部這麼大部 這裡都有如是我聞的 《花言經》呢 怎麼開 已經很有趣了 這個呢 它的開始開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摩揭陀國 柯能若法菩提牆中 此成政國 其地堅固金剛所成 常妙寶倫及眾寶花 清淨摩尼以為賢息 珠色上海無邊顯現 摩尼為同上放光明 所以這個菩提牆 都不是我們的境界 菩提牆正多道主 有什麼都沒有 但是有這麼多莊嚴 因為這是靈界的 由菩提牆開始已經是靈界 即是他已經入了定港 所以能夠去到那些 是四十一位的法生大菩薩 不是四十一位 四十一位 十住 十行 十回鄉 十地 接著是等國 妙國 不用妙國就是佛 所以是四十一位 即是佛以下的四十一位菩薩 不是四十一位 是四十一個皆位的菩薩 是聽的 所以這一個是四十一位菩薩 豬聲盟凍如龍齒啞 所以這裏世主妙品 講到五卷 五卷裏面 每一個世主妙鹽品 就是因為有很多世間的主人 有很多天皇 這裏經宗列宗 從內至外 解贈佛得 有些就將它分成 這個是十信的 比如說最先那些 執羹江城 督行城 道長城 主野城 一路輪下去 最高就是他化地代天的天主 所以最最後那些是十地 日天子、月天子、韜利天、夜摩天、兜率天、花落天、他化自在天、大盛天、光陰天 那些全部都是天子 那些是十地的 所以這些主野城 這些賬 個個出來賬 都有等級的 最先是十信的神出來賬 接著是十住 接著是十回鄉 接著是十地 十地的天皇出來賬 那這個呢 就是個個出來賬 那麼 佳有六十眾惠妖 這個呢 就是世主妙鹽品 世主妙鹽品是沒有東西的 個個出來賬 那麼 隨便拿一個出來賬 隨便拿一個出來 如來 如來色相無有邊 隨便隨其所樂率現生 普惠世間開治海 現眼如是觀依佛 這是誰 這個呢 這個呢 以時日天子 這是日天子賬的 所以個個都是賬佛的 為什麼要這麼多賬佛呢 就是因為 要知道這個花言經是大經 因為 所以我們不要說 這個花言經究竟是人寫的 還是什麼 這個呢 講到這個寧嚴經的時候 有些人說 哎呀 這些字這麼漂亮 不是 一定不是 一定不是這個 一定 會不會是假的 那麼 這個 言英法師他們就說了 太虛大師言英法師 你找一個人 有這麼大的智慧 作一本東西出來看 花言經 由頭到尾這麼大本的 印度人也不行 印度人是很有智慧 印度人的智慧很厲害 但是呢 都不能夠 因為印度人不恨 就是摩荷菠蘿多 整本背 但是 他都不能夠作到沒有瑕疵 一個東西 120萬個字 沒有重複的 裡面的東西不會重複的 那麼你找個這麼高智慧 從談論到諾米來想想 這個不是人所能夠做到的東西 你好像靈嚴經 靈嚴經你又找到人來寫一下 我們都是法師 但是我們不為教經勉強 你寫到靈嚴經 寫到法花經 所以不要懷疑這些不是人所做的東西 何況是無量那麼多 這些是人體的東西 已經是沒有辦法猜到 因為人沒有那麼高的智慧 去分別那麼多東西出來 所以因為這部經 因為它是主要的經 因為花言是佛教的傳統 所以很多人出來證明這部經是可以的 讓你多些人去看 這是世主妙言品 如來現相品 說法儀式 經中佛放眉間光明 幼曉依佛同竹而入 有大蓮花忽然出現 有聖音菩薩在蓮花上解鎮如來 有實菩薩意為實際理地 主伴不勒心滅門中 喜無問答 所以其實那些菩薩都不用問東西 因為問東西只不過是示範 每個人都懂的 不是怎麼做菩薩 問這些問題都不懂 你怎麼做十地八地 當然每個人都是地上菩薩 每個人都懂的 不過為眾生而問 所以實際上 這些菩薩都不用問 大家用心溝通 都不會去到盧生羅佛 我們都不能去到盧生羅佛 有意不問微微法 又眼不見射羅佛 所以實際理地就不用問 但是世俗門中 還要有些問答 所以他就會示現這個問答 《喜無心滅,菩薩諸王作事思維,從因治果》 有四十萬 前後無所鑑斷 一切菩薩蒙佛光明,喊如來所,親近共養 如來現相品就是開始說法 世主苗原本到了五卷 第六卷是如來現相品 如來現相品就是佛開始說法 以時諸菩薩及一切世間主作事思維 這裡問很多問題 《宏何處知佛地》 佛地是什麼? 《宏何處諸佛境界》 佛的境界是什麼? 《宏何處諸佛加持》 佛為什麼加持人? 《宏何處諸佛所行》 佛在做什麼? 《宏何處諸佛力》 佛有什麼力? 《宏何處諸佛無所長》 《宏何處諸佛三昧》 《宏何處諸佛神通》 《宏何處諸佛自在》 《宏何處諸佛無能攝取》 《宏何處諸佛眼》 《宏何處諸佛耳》 《宏何處諸佛鼻》 《宏何處諸佛視》 《宏何處諸佛生》 《宏何處諸佛意》 《宏何處諸佛生光》 《宏何處諸佛光明》 《宏何處諸佛星》 《宏何處諸佛智》 唯愿世尊 哀孟我等 开示饮说 所以问了四个问题 四十个问题 就是问这个佛教究竟是什么 所以后面就忍 因为这个是罪犯 这个就是这个问 所以有个走出来 其实每个菩萨都同一个问题 有个走出来问 以时世尊知菩萨生 即而面门 仲此之间 放佛杀微臣造光明 接着就有菩萨出来问 这个就是如来的说法 儀式开始讲法 为什么会有这部花言经呢 就是因为这个诸佛菩萨有四十个问题 菩萨有四十个问题问 佛的境界究竟是什么 佛的声音 佛的量 或者因为佛的境界是什么 这些就是问题了 第三 普言三昧坊 非正不说 经中普言见佛现相 佛跟着连接上好出来 成佛神力 入依如来藏 生三味 同依虚空 亦一层中有世界海诸佛 亦一佛前有普言菩萨 皆入此定 事事十方诸佛 而现其前 与普言菩萨 十种说法 自觉书右手摸普言顶 亦一层中 率二时 从亦三味起 亦一切三味起 得亦一切海弘法 十方世界 率佳震动 这个是普言三回 因为这个非正不说 即是要有普言的正量才能够 为什么呢 说出来都不知道 所以普言就知道佛的心 这个佛现了种种碎相出来 普言菩萨就入三回 入三回 入那个普言行三回 就是一职一切 即是一生骗礼撒成佛 这个是我们做猛科的时候 一生骗礼撒成佛 普言菩萨就厌无边的生 所以我们要不种花盐 就不知道佛的富贵 所以你懂得收花盐 和不懂得收 变成你修行上 有很大的分别 所以这个普言 就是验给你看 这个是在定里面的 所以我们供佛 我们供佛 不仅供佛 我们供十方诸佛 我们十方诸佛都现前 我们每一样 我们到每一个佛前面 这个你拜大悲伤 能礼所礼 性空直 感应道交能施矣 这个 这个 观音菩萨映然中 我生映然观音前 头面接触归命礼 就是到每一个佛菩萨的前面去拜 这个功德就大了 墨宗有些世家人叫你 前面是观赏你的施长 后面是观赏你的朋友 左边是你的父 右边是你的母 一拜下去 很多人跟你一起拜 六道中生拜 功德就大了 如果你只有一个人 去供佛的功德就小了 所以这个 就是花盐的境界了 我们要做每一样东西 都要观赏 我们跟十方世界一起的 我们要供佛十方一切诸佛 所以这个法藏就不知道什么叫 从从帝网 从从帝网就找到十面镜 左照右照 变成了一整个都是 只有一个 但是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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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所有的东西 你的供佛是要骗十方的 所以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的供佛的时候 那个功德就大了 如果你只是供佛一供 我只供佛一供佛这样的东西 这个功德就小了 所以这个普营就入普营三会 这个就是说普营三会 我们看看普营菩萨 抽出来说 这个普营菩萨 这个欲拔 这个 如来现相品 如普营 普营 普营三会品 普营三会品这个好事 已是普营菩萨摩萨以来前 座莲花 诗子之座 成佛神力入依三会 此三会名一切诸佛 疲劳遮呐如来状生 普营佛平等性 能依法界事现影像 港大无外的 港大无外同意虚空 八界海船尾北随入 出生一施诸佛三会 普能包立十方八界三世诸佛 智光明海皆从始生 十方所有诸安立海 率皆是形 普言菩萨 以是一一普言菩萨皆有十方一切诸佛与现其情 彼诸如来同声正形 善哉善哉善能子 愿能入子一切诸佛疲劳如来状生 菩萨三会 所以普言菩萨三会 我们礼佛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礼一尊佛 我们是礼所有的佛 所以经常读《礼佛大参杯门》 这就是普言菩萨三会 接着是世界成就 成就品 经中且说世界海十时 其众生海巨十时准思 诸佛海等各起巨因缘所依所住等十时 各先长行后解众 一海有十时十海有八时 千无尽境界 说无尽华 一切众生管理聚足 这个就是世界海 世界海 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有无穷无尽的世界 以时骗蒙煞帮虚空所有一切诸佛 如来神力所加 处处皆可现见 或有种种诸国土 无非离构宝所成 清淨摩尼聚庶庙 慈然寿光明海 或有清淨光明煞 或有依止虚空如注 或有摩尼宝海 或安住 光明藏 如来处此纵回 演说正法论 诸佛境界 广无边众生见者 深风起 所以这个 诸佛种种别 种种庄园 种种著 树形 共美 片十方 愿等行应 共观察 所以就演出这个世界的东西 或有朱沙海 妙宝所合成 天故不可怀 安住宝莲花 或有静光明出生不可思 一切光庄然 依止虚空著 或有静光遗体 依光明著 或有朱沙海 或依光明著 光弘作炎色 或有朱沙海 从依怨力生 犹如影像著 或以摩尼城 好放日光明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世界是无穷无边的 不仅是我们的宇宙 我们不要惯着吃赤木 不要惯着吃鸡鹅 不要吃果子梨 果子梨 果子梨 本来果子梨没有病 人类有病 谁叫你吃果子梨 果子梨本来没有病 所以 人应该是吃齋 到最后应该是吃齋 所以 鸡那些人说好吃一点 那我们吃素鸡 吃了几十年 又不是这样 不同我们想想 我们都是这样 感觉 一定好吃一点 素鸡不好吃 所以 我们吃番薯叶 又不是吃得那么好 所以 你看看面子那么红 六十多岁 不是高月压 不过 所以 也不是那么好 所以 这个世界是很大的 你不读花盐 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 你不要局限去看这个地球 所以 现在介绍给你们看 土豆 土豆有八套片 有八套片 一套是四十四分钟 首先说行星 然后说这个黑洞 说这个超生星 你看到之后 就知道这个世界无穷无边 不只是这个地球 你经常挂着这个地球 挂着你家 上楼下楼 上车下车 整天都挂着你这儿 你看这个世界有多大 所以 我们这个世界 其实是很大的 这个鸚蛾系 我们说这个鸚蛾系里面 这个鸚蛾系 我们的鸚蛾系就是这样 好像一只飞碟 鸚蛾系 这个鸚蛾系 我们在这里 有多少个太阳系 我们在这里 四百亿 四百亿 四百亿个太阳系 四百亿个太阳系 我们现在的行星 地球 地球 是十亿个地球太阳 再近隔离的行星 是十亿倍这个太阳 再大一点 又几十亿倍这个第三个 所以是无碰无尽 我们的太阳其实很小 我们比一个地球 当然大 很多个地球 我们跟太阳比不得比 但太阳跟第二个星球比 又不得比 再跟第二个星球比 又不得比 这个很多 这个是二十个 这个太阳系里面 这个是四百亿个太阳系 四百亿个太阳系 形成一个宇宙 宇宙岛 这个颜鹅是一个宇宙岛 二十个宇宙岛 形成一个星团 星团里面 是宇宙里面 无穷无尽的星团 所以你有空去看 旅行到宇宙边缘的卡通 但是这个是八套 不过长一点 你打土豆 然后打宇宙 会出这个八套 你慢慢看完它之后 你就知道花言所说的 例如无穷无尽的宇宙 每一样东西都有的 每一样东西都可能发生的 即是气体 有些什么 怎样的生星 怎样形成 怎样毁灭 怎样引力 有多大 我们这些呢 其实是湿湿水 不要挂着想楼下楼 挂着玩家 挂着白表黑表 那你经常去抽没用的 这些东西 人不是为了这些东西 你看看宇宙有多大 所以现在这个普言 这个世界成就品 就是告诉你这个世界有多大 世界有多大呢 接着就讲华藏世界品 第五 华藏世界品 经中别名本师所言正 藏如安硬口中似 幼此刀却浮涂 其中世界各依各住 各形各状各体性 我们来看这张表 这张表呢 就是华藏世界的表 看这张新派的讲义 我们先看前第一章 一增法界 一增法界开始看起了 宇宙的概括 就是说华藏世界 如果你说花盐经 就是说这些全是花盐经 这个是法界安立图 你诵花盐经的时候 它一幅幅地弄出来 但是呢 它是很怪的 它就从头到尾 就是从尾到头 它和你的四大步周 一路开始 和你的人一路追追追追 追到一增法界 我们现在不是的 我们是从一增法界 讲到尾 那你就会比较容易明白 什么是一增法界呢 一增法界就是空性 我们最后一增法界是什么呢 黑洞 一增法界是黑洞 因为上一个世界灭亡的时候 变成白矮星 然后大爆炸 大爆炸 高热的时候变成黑洞 黑洞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所以整个法界 都是由一个身体所成 所以我们在整个法界里面 看来送败给你 所以看来 有什么这么伦俊的东西都有 所以 所以这个 整个法界 我们最先 你说最先大爆炸 宇宙大爆炸 宇宙大爆炸里面 宇宙大爆炸里面 一团墨质 但是这团墨质在哪里 又又可以追 你没有 宇宙大爆炸 最先是比kbang 第一团墨质 但是这团墨质在哪里 本来也是黑洞 你哪有一个团墨质出来 这团墨质 这团墨质的重量是多少呢 这团墨质的墨度 整个宇宙这么大 这个宇宙是34.7亿光年 就是 一秒钟 30万公里 你都要走34.7亿光年 这个无穷无尽的宇宙 都是有一团墨质 而这团墨质的墨度 整个宇宙这么大 很多个太阳系 都是同一个 东西所组成 因为它的墨度大 压缩的墨度越大 能量越高 那就大爆炸 压到无可再压 就会爆炸 为什么呢 上一个星球 上一个世界毁灭的时候 那些星全都把黑洞都吃下来 说在黑洞里面压压压压压 压到他剩下一点 剩下一点都要南界点 南界点就反生大爆炸 第二个东西又再开始了 所以一增发界 没有东西又没有东西开始 没有东西在黑洞里面 为什么会有什么呢 会有这个呢 因为黑洞里面虽然没有东西 没有物质而已 但是有粉物质 因为粉物质没有重量 没有形体没有性 有粉物质的存在 这些粉物质受了一些人 我们就说是人 人那些三生痴了感应的时候 就会生成正乎 我们一向都有分别的 不是好就坏 不是好就坏 那你就会正乎正乎正乎的时候 两个人在斗争 斗争的时候 这个是《灵验经》里面说得很清楚 这个是由于我们的人的斗争 所以就产生这个斗争 一路传转 传转 传转 转了之后就弄出火 这个就是我们宇宙的起源 所以一切的东西由一增发界开始 所以我们全部都是空的 我们最先是没有东西的 不过我们起心动念之后 就变成了一条墨汁 一条墨汁就大爆炸 爆炸出来的时候就变成十方世界海 这个世界海三千大千世界 我们最先是这条墨汁爆炸 因为这个泡泡理论 大泡泡 因为是热力的 有个泡泡在这里 有个泡泡在这里 泡泡在这里 大爆炸的时候 这个大爆炸 这个大爆炸 里面有一千块碎片 我们讲完这个图 一增发界 上来显示世界形状 前次增广 位置众生核裂 见故若离网汁 妙契一增发界 生中燃煞煞中 燃生重重 交参自在无碍 尚何大小分量之得哉 所谓无不从此发界流 无不归此世界也 所以 从空而有 归分空 一增发界 这一增发界里面 墨质的世界里面 有撒方撒海图 中间有个莲花状 庄园世界海 最先有莲花状 庄园世界海 这不是墨质的 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宇宙 不应该有墨质的 不过我们 因为有正乎正乎的时候 有稀隔丝粒子 有稀隔丝墙 就变成有墨质的出现 所以这个稀隔丝墙 就是我们的分别 经常要找上帝粒子 我们为什麽 为什麽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就做了东西 所以十方世界海 是莲花状 庄园世界海 有很多十方世界海里面 旁边有世界海 这些全部 都是《花言经》里面讲的 全这个东西都是《花言经》的 十方世界海里面 有个莲花状世界海 东方 上方 就叫做摩尼 补照 补照 庄园世界海 下方 有莲花状 庄园世界海 中间就有莲花香妙得盐 世界海 此图 华藏庄园海中 居宗 补白方 上 下略 是十勢海 居宗 华藏庄园世界海 居宗 接着华藏世界海 旁边的图像有很多墳船 这个就有很多世界种 这个 波金光光明蕊香大莲花 这个大莲花 此图略是百一百十一世界种种 最中央前后围绕 普照十方次然 保光明世界种 这个世界种叫做普照十方次然 宝光明世界种 这个是右船围绕十世界种 所以这个叫做 我们住这个地方叫做莲花庄园世界海 莲花庄园世界海里面有个世界种 世界海 世界海就是宇宙 整个宇宙 宇宙本来就是没有东西的 不过你现在认为墨则宇宙就墨则宇宙 认为墨则宇宙 无穷的宇宙里面 有很多星云 世界海就是星云 你当它世界海就是星云 世界种呢 就是这个宇宙岛 宇宙岛是十方 这个骗照十方 保光明世界 这个是宇宙 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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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星团 星团就有二十个银和系 形成一个星团 这个形成一个星团 这个宇宙岛里面有很多星团 星团里面有很多银和系 所以 接着这个十方 骗照十方里面 有很多宇宙 无穷无穷无穷 无穷多宇宙 接着有个中间那里 这个世界种 这个世界种 华藏世界 就有十三重杀种 十三是二十个杀种 二十个杀种就是 第一个世界就有一个杀种 这个世界普照十方 这个世界种名普照十方 上面有一个 严性光明离构登佛 这个有佛 二十重世界种 第二十三重就是 苏婆世界 苏婆世界毕露遮罗佛 第三个是苏婆世界毕露遮罗佛 这个就是华藏世界 整个华藏世界里面 就有二十个杀种 我们在第十三个杀种 叫做苏婆世界 苏婆世界的佛就是 这个毕露遮罗佛 他的报生就是 劳遮罗佛 应化生就是 这个释迦牟遮罗佛 后面就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种 这个是苏婆世界 苏婆世界是一个大清世界 大清世界 大清世界 大清世界里面 每一个大清世界都有四空天 大清世界就是佛的教化区 所以我们这个大清世界叫做苏婆世界 这个大清世界 很无端无尽的宇宙里面 有个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上面有个四空天 这个识教境处 这个无所有处 飞上飞飞上处 这些有个四空天 后面有五北宏天 这个五静居天 这个是阿罗汉住的 四禅有三个天 外道无上天 下面那些一点点 就是无数的色界天 这个色界珠天 在下面一个个一个个 所以宇宙大爆炸的时候 火屎凳出来有个气泡 里面有很多再爆 爆完之后也有很多再爆 所以三清大清世界 其实是一个火屎里面再爆 爆完之后再爆 爆完之后再爆 所以一个大世界 五北宏天 这个大世界叫做苏婆世界 有三前天里面的中清世界 中清世界 里面二成三天摄下来 又有一千个小清世界 总之四禅就是大清世界 三禅就是中清世界 二禅就是小清世界 一个小世界到这个小世界 一千个小世界 二禅之下有一个小世界 因为小世界的结构有一个初禅天 接着有一个南尖暴洲 就是我们居住的 南尖暴洲 接着有七重香水海 有四大暴洲 这个是四大暴洲 上高有韜利天 四天王天在中间 四天王天是武力出来的 韜利天 耶摩天 兜率陀天 化乐天 他化自在天 加上初禅三天 所以大凤天王就是初禅天 所以有很多个大凤天王 下面 这个耶摩天的寿命 就是一十岁 接着到最高的寿命 就是百万大劫 一直弄上去 这个是一千岁 耶摩天的寿命一千岁 一直弄上去四千岁 不是四十 四千 四天王天 四天王天的图在这里 韜利天有三十三个宫殿 韜利天就是因为加业佛的时候 加业佛入涅盆 起舍利 这个释提婚姻就发起人 筹了三十二个人夹份 给钱起舍利 所以这个功德释提婚姻就做了 韜利天的天主 住在中间的点 三十二个一齐夹份 有一齐夹份 那三十二个就做了天子 所以韜利天有三十三个天 加上这个善建天 这个呢 下面呢 这个呢 我们是在林尖墓州的 这个呢 我们是在林尖墓州 我们在林尖墓州里面呢 林尖墓州下面也有地獄 每一个州下面都有 这个呢 就是四大墓州的安立图 大家有没有问题 这个 就是无穷无尽的宇宙里面 有个宇宙什么普照十方世界 海里面呢 有个华藏世界 华藏世界 二十个沙冬里面 有个梳婆世界 梳婆世界里面呢 有个大千世界里面呢 有一千个通千世界 一千通千世界 有小世界 小世界里面有四大墓州 四大墓州呢 里面有林尖墓州 林尖墓州里面呢 有地球 地球里面呢 有香港 香港里面呢 有佛青 佛青里面有梨在里面 那里面是多小呢 所以呢 你要看一下宇宙的片呢 那你就会放开心了 所以呢 不读花盐 就是不知佛的富贵 那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问题呢 可以提出来问一下 有什么问题 麻烦佛师 请问呢 《大佛顶守能言经》 有个是《文体语》的版本 即是《文体语》是现代的 《文体语》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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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文体语》 即是《文体语》 即是《百话盟》 那又怎么样呢 就是解释了 那又怎样 那不是经 是否经 也是属于经 什么叫《文体语》 你想问什么叫《文体语》 《文体语》 《文体语》啊 《文体语》就是《八话盟》 本来是古文 也都是《文体语》 就是《百话盟》 诵经那是原版的经 这是读的意思是意境 当然了 《盟体盟》 现在人们喜欢把经改成白话盟 因为你不懂盟言盟 所以就要改成白话盟 但这是错的 为什么呢 你不懂就要学 不可以读文语体 读完之后不知道白话盟说什么 因为文语体的人 究竟可不可靠呢 因为经过他的理解 就写了白话盟出来 当然是照原盟最好 你最好能够看《盟盟》 《盟盟》也最好 《盟盟》也不好 最好能够入定 你就知道他说什么 就是了 看一次那个文体语 你不要看 因为这个人是没有经印证的 谁说他写得对 没有人说他写得对 你自己也能够写文体语 那些已经不像那些人了 还有哪个合作呢 自己做一本东西 都敢公开的 我的讲书都不敢公开 我抄别人的 我自己也不敢写 你那些东西都可以写 都来做 都给别人看的 这些真是抵打 真的对的吗 没有说是对的 所以你一定要看古文的 你不可以看《盟盟》的 所以看经是不可以看《盟盟》的 因为《盟盟》的经过过类之后 再写出来的 你知道他一定是对的 一定是对的人 不会写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空写 要修行 哪有空写这么多东西 没有空写这么多东西 不是想赚钱就不成功了 不是说 那为什么阿弥陀佛呢 阿弥陀佛13个杀种 第13个杀种 wurde在梳婆的世界里面 第13个杀种里面 这个《培劳扎罗佛》 第13个杀种里面 有一点点 第13个杀种里面 还有一个世界 叫《极乐世界》 这有13个杀种 这个娑婆世界是其中一个杀种 它有十三个杀种 所以阿弥陀佛在第十三层 华藏世界的第十三层 所以容易去一些 其他佛在第二个层 就是你去不了 或者在第二个世界你更加去不了 所以阿弥陀佛在第十三个杀种 正土经已经说得很清楚 在第十三个杀种 就是我们旁边 但是它不是娑婆世界 是极乐世界 是第二个杀种 里面有十三个杀种 里面有一个杀种叫做娑婆世界 不是第十三个就是娑婆世界 是华藏世界里面 你讲一点点 那里有 这个点就是一个杀种 这里第十三个有十三个杀种 第十三层有十三个 第二十层有二十个 十三个里面有一个杀种叫做娑婆世界 所以这个极乐世界是其中一个杀种 那有没有问题 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回向 众生无边世应道 伯老无尽世远段 伯老无尽世远段 伯母无量世远何 伯道无相世远成 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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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后 96 伯父 大量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